花莲市立图书馆开办寒假创作营 邀请到韩丽莲老师 带领国小学童玩现代诗 市长魏嘉贤也到场挑战朗读心诗 借由轻松愉快的读诗方式 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了诗的世界 市长表示 未来会多加利用图书馆空间 开办各项有趣又富含知识的课程 让大小朋友都能够营造资信的生活 市长魏嘉贤挑战朗读心诗 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诗相当欢乐 这是花莲市立图书馆开办的寒假创作营 邀请专业老师带领小朋友们走进诗的小宇宙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些文章写出来好不好玩 好玩也美丽美丽 它形容春天 可是这怎么样被写出来 是经过我们自己的脑袋瓜 看过经过听过想过不同的事物之后 所出来的一个文具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孩子 就像老师说写这本书一样 诗的小宇宙 能够启发自己大脑里面 所有所有你可以写出来的东西 文章写出来可以感动人心 以前在过去战乱的时代 你写出一篇好的文章 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氛围 所以希望每个人不要副裂自己的思维能力 还有写作能力 讲师韩力莲也透过轻松活泼有趣的引导 让学生们可以感受到诗的魅力 也透过写诗读诗 让生活更有内涵 我会跟小朋友讲 其实我们的读诗并不是要去阅读理解 而是去阅读理解人生的种种可能 那我会先让他们去 不是去理解而是去感受 那透过诗的朗读 透过诗的节奏 然后透过诗的游戏 或是用诗来算命 让他们知道说诗是可以带到生活里面的 除了会让他们的文字变得精炼以外 我觉得会让他们的心变得柔软 我想就是我会课程结束以后 我会让他们试试看 以后如果生气的时候 去拿一首诗来读一读 那读过以后呢 其实会发现心境上是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常常读诗的人是不容易跟别人吵架的 我觉得就算是吵架也是有境界的吵 我希望这堂课这个活动结束以后 他们可以领略到这个部分 市长温家贤表示 施工所会运用各个馆场空间 举办各项精彩有趣的课程活动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参加 一起来营造丰富又知性的充实生活 却旅会欢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